未来一年,不鼓励,大行集会 欢迎收看4月5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19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破千人出院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79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3662人 新增4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61人 不过也有90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1005人 相信大家都有去过 诈诊诊诊诊 可是你有想过 诈诊诊诊诊也可以电子化吗 杀手掌拿督巴丁怡阿邦佐哈里 今天宣布 今年沙拉月全面剑指 诈诊诊诊诊诊 他鼓励穆斯林推动电子诊诊 透过网上售卖美食 达到更加的防疫效果 未来一年不鼓励 大型集会 如果接下来要办大型活动的你 可要注意了 为了防止病毒持续蔓延 卫生总监诺西山宣布 行动管制令结束后的半年 到一年的时间 不鼓励民众出席大型集会 同时也要改变社交习惯 例如不再握手问好 经常洗手 并且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天气炎热不怕 MARO让你头皮清爽 天气炎热让你头皮难受 来试试日本男师弟护理品牌 MARO来洗发吧 MARO 3D Volume Up库洗发水 拥有抗扁塌 强健法 浓发感三大功效 它含有世界首创的 Defense Cup成分 独家配方调理头皮 MARO的3D 5S 还能让头皮蓬松度 增加多达1.5倍 更立体 炎热的天气 使用MARO洗发水 绝对让你清凉爽快 预知更多MARO 3D Volume Up 酷洗发水的产品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MARO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你报道国际新闻 中国出口全球近41口罩 疫情持续升温 全球多个国家的医疗设备告急 因此大量向国外采购医疗用品 从3月1日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出口了将近40亿个口罩 1.6万台呼吸机 以及其他的疫情防控物资 价值超过62亿马币 104岁 全球最年长康复者 再有一个高龄老人 打败新冠肺炎 美国一名104岁二战老兵 比尔拉普斯西斯 早前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他最近已经康复出院 并在出院的同一个星期 与亲友庆祝了自己104岁的生日 他也成为了目前为止 全球最年长的冠病康复者 世界银行拨1600亿 救世界 世界有难 世界银行当然不能束手旁观 世界银行致力于消除极度贫困 促进共享繁荣 世界银行预计会在未来的15个月 提供1600亿美元的资金 来帮助全球多个国家 促进经济复苏 在这里我祝全球各国的经济复苏计划 顺利进行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给冰宴 谢谢 世界在改变 你准备好应对了吗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病毒到底几时结束 但肯定的是 我们未来人类的生活模式 将会出现重大的改变 我们或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常常办一些大型的群聚活动 我们未来可能只能够在家工作 无论这个世界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都祝福你能够早日适应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祝你一切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你好看 Woo Woo Woo